每位好料理健康跟著你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健康美食 在今天我們為您邀請到這位來賓呢 他是磁彙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的 林詠瑞林老師 歡迎林老師 你好 來林老師 來林老師今天要教我們做示範哪一集道菜 我們今天這個是那個鳳梨蝦球 我看到鳳梨了 鳳梨蝦球嗎 好 那鳳梨蝦球我們需要準備哪些材料 我們主要就是那個冰蝦蓮還有鳳梨 然後我們用那個豆皮 然後它裡面的副材料有香菜跟那個杏仁餃 杏仁餃 杏仁餃 還有沙拉醬 沙拉醬 好 做完之後我們會再用糖粉跟巧克力點綴這樣 好 那我們現在是要 這一鍋油是要先熱嗎 是我們先放旁邊 先放旁邊 要先放旁邊 好 先放旁邊 好 來 好 我們首先先準備豆皮先切割 這個是半張的我們把它切成四塊 它這樣一個這樣是半張喔 對 這樣半張 把它切成四份就對了 對 這不能放太久 它會 口紅會搭耶 應該很粗齁齁 嗯 好 這邊切掉是比較整齊好捲 對 它應該會比較大張 我們先來把我 小湯匙 要小盤子 要 裝什麼 這個可以嗎 可以 所以這個鳳梨我們 如果沒有的話 就買那個罐頭的鳳梨 來替代就好 比較方便 方便 對 然後擠一點沙拉 對 加一點香菜段 加一點香菜段 把它捲起來 對 這是包春捲的方式喔 來我們再拌一點麵糊 對 在上頭 上端的地方 沾一點麵糊 對 這樣會黏起來 對 先放 所以這個等一下要下油鍋炸對不對 對 要下油鍋 那我先來熱 熱油鍋好不好 好 這個去哪裡買的啊 那個 時代都有 它就是碎的喔 它就是碎的喔 對 老師你以前怎麼當廚師的啊 以前 就 國中畢業就 到 台北去了 是 從學徒 對 從學徒開始 很酷齁 然後 然後再 機會 就 之前在漢來 然後這個機會 那就 先見課 到這個 機會再到 學校去這樣 再走進學校 現在很多 很多 業界的 都 得到那個 學校去 對 到學校去是 比較 欸 就是 其實都差不多 只是說 業界呢 它假日比較 忙啦 啊 在學校是假日可以 放假 比較穩定 對對對 可以陪陪家人這樣 好像廚師這一行沒有什麼休假 沒有什麼假日齁 欸 尤其是那個 就禮拜禮拜五啦 對啊 你們不能休假日啊 對 尤其是過年過節 這個不能換台子 烤會很大耶 好 這裡有那個 腸筷子 好 我們先試一下油溫 我們弄個 這樣吃OK嗎 對 有 一般我們有看不到它的溫度 對 因為外行的 我們 那個可以利用食材 接下來讓它冒泡 就大概要溫度 溫度大概在160度左右 也不要太冷油 好 太冷油炸 它沒辦法馬上固定 醬油差不多 好 我蘸一點少許的玉米粉 這個是什麼 玉米粉 對少許 直接灑在上面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它裡面的這個 這個 蝦仁 它是熟的嗎 對它熟的 鳳梨也是 對對對 所以它不需要炸太久 不需要 只要炸它 輸就可以了 來 謝謝 然後再把駝魚的粉燒再甩一下 嗯 欸我以前 記得以前那個在炸東西啊 不是都教我們說要從旁邊這樣滑下去 喔 這樣比較不會噴到過來了 對對對 因為 一般 比較生熟的 我們會這樣從 鍋邊讓它滑下去 嗯 對 嗯 它如果噴那個油煙噴太 噴太多 就是 油太熱 對嗎 太熱 嗯 有時候它是有水分 油溫熱的話 水分呢 它 它比較會 會噴 它也很快 這樣子炸一下 顏色就出來了 嗯 對 我拍一下盤 好 要立油嗎 好 先把它立油一下 好 可以放這邊 好 可以先關掉 好 然後再把那個鳳梨蝦捲擺上去 對再把炸好的 炸好的擺上去 哇 哇 這樣子也可以當那個年菜耶 齁 可以 可以拿來當年菜耶 請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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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加個香菜點綴一下 好 那是什麼 糖粉 為什麼要撒糖粉 欸 因為 一點 裝飾它這個也可以吃 嗯 對 所以我們剛剛沒有加什麼調味料齁 裡面就是沙拉而已 對 沙拉它的調味料 它這樣加起來 外表美觀 然後吃起來是甜甜的感覺 一點那個巧克力 再加點巧克力 所以這一道是甜的囉 對 好 好 這個也可以 最後再撒一點少許的這個新年醬 好 喔 沒有切完的鳳梨也可以擺在上面齁 好 好 我們的鳳梨蝦捲完成囉 好 鳳梨蝦捲的做法 1 香菜切碎 豆皮切三角 麵粉加水 調成麵糊備用 鳳梨切小片 2 在豆皮上包入素蝦仁 鳳梨片 杏仁角 美乃滋 香菜段 以及巧克力米 在封口處 沾麵糊後包卷起來 以油溫160度下鍋油炸 3 沾少許的玉米粉 以油溫160度下鍋油炸 4 等呈現金黃色之後 就可以撈起 盛盤後 撒上巧克力米 以及糖粉 這個是鳳梨蝦捲 蝦捲 對 一般我們比較常吃到的 都是鹹的齁 這鹹這個有加巧克力 好特別喔 它的皮這樣快快的好酥喔 聽到就好高興喔 嗯 它的皮好好吃喔 裡面也有美乃滋 又有巧克力的香 很衝突耶 還有杏仁椒 對啊 香味 到底是甜的還是鹹的 很特別的一個 一個鳳梨蝦捲 好 謝謝林老師 那我們現在來做我們的第二道菜是 第二道菜 芝麻脆扇是不是 芝麻脆扇 首先我們先準備那個材料 好 有哪些呢 我們今天的脆扇是用那個香菇 香菇泡軟之後 再把水擠乾之後再把它剪成像 雪山的形狀 條狀是不是 照著它的那個弧度剪 像那個扇魚 扇魚一樣 然後呢 有 芝麻 然後調料有 醋 醬油 芝麻 跟糖 好 然後配料有 香菜 香菜我們今天主要用這個 這個 香菜梗 對 用香菜梗 好 一點點辣椒點綴 然後我們那個 連丁這盤式 好 好 好 那我首先就來剪 所以那個香菇要買大一點的齁 剪起來才會長 對 不用太大 那它差不多這樣 那剪一點就這麼長了 對 差不多這麼大而已 中了就可以了 我們這香菜梗 切莫狀 好 老師你都沒有看著點耶 就這樣 看著那個 看著那個 看著香菇 一直切一直切 我都拿在筋上耶 不會啦 這個 筋了好幾年了 真的是 筛呼就是筛呼 對 好 先把香菜梗切沒了 然後我們再切點辣椒 把它紙去掉 這種長的辣椒比較不會辣對不對 一般你紙去掉就比較不辣了 紙去掉 那辣的在那個紙的地方 好 你們那時候 當學徒切這樣切 切菜切多久 切幾年了 要嗎 差不多 兩三個而已 就比較熟悉了 剛開始切的時候 會切到都很增長 師傅就說 哇 恭喜你快要吃吃了 哈哈 是 越少切到 越快出塞 你切完之後 你就會 會散刀了 對 誰不得啊 那時候手受傷的機遇很高 會會 每天都會切到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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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們 準備好做我們就來 那個 香菇的沾粉 那是什麼粉 玉米粉 現在炸的東西都用玉米粉 不一定 看什麼素材 有些麵粉 地瓜粉 太巴掌粉 太巴掌粉 都會用到 它炸起來的那個 口感不一樣 對 有些像 要顆粒狀的 就會用那個 地瓜粉 地瓜粉 對 如果說 不要讓它有顆粒狀 要看到它原本食材的 就用比較細的粉 對 所以玉米粉炸起來 是薄薄的一層 對 一層 不會吃到一個 一層的麵粉 不會很多 對 好 我們大概這樣 這樣一層就可以了 這樣拉起來真的很像 那個鰻魚 對 膜 試一塊 這個溫度也是要 熱油下去 要熱油去炸 對 好 油溫熱了 就可以放了 對 油溫熱了就可以放了 對 師傅你們如果在做菜啊 比如說 燙霜什麼的 你們都做什麼處理 先 沖水 然後 有冰水 先泡冰水 先讓它的溫度 降下來 然後再 再那個 服藥 那個燙霜 你們有什麼 特殊的藥嗎 特效藥嗎 你們用這個藥 應該很多吧 因為你們幾乎常常受傷 不是 對啊 這難免 對啊 不小心就會 好像爆爆一層 我們有看到那個香菇 香菇的那個黑色 就像那個 鰻魚的那個顏色 對 然後把它炸 炸酥 炸酥就好 對對對 好 這個要炸到喔 炸到 它現在有那個香菇的味道 出來 把它水分都炸出來 讓它脆脆的 等一下 我們再 再去調 調味 會已經可以了 好 好 大概差不多了 五十CC的水 五十CC的水 來 好 謝謝 所以我們另外起一個鍋子 是要做一個醬料嗎 對對 對 我們 大概五十CC的水 五十CC的水 醬油 醬油是多少 差不多 也差不多 還有糖 糖 三匙 三匙 滾了之後關小火 把它煮勻就好了 把它煮勻 好 它要煮到什麼 什麼程度啊 有點醜醜的 就這樣 小花 好 然後芝麻 芝麻 也一起下去炒 對 一起拌 對 一起拌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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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師傅我突然想到 那個糖啊 可以用麥芽糕嗎 麥芽糕嗎 也可以啊 可以加點麥芽糕 可以 是不是有人這樣做啊 也可以 麥芽糕比較快 葛葛 對 起鍋前 再加香油 一點點 好 好 加一點點 這個是醋 對 再把它拌勻 這一道菜算不算是重口味的 還好這個有點鹹鹹甜甜的 更酸酸啊 酸酸甜 好 這樣就可以起鍋了 對 芝麻脆扇的做法 1.香菜梗切細末 香菇泡水後擰乾 3.順著形狀剪成長條狀 辣椒去籽切細末 2.香菇條沾玉米粉下鍋炸酥 3.以50CC的水加50CC的醬油 糖3小匙混合後關火 4.下香菇和芝麻2小匙拌炒 5.起鍋前下香油和醋 5.香菇成盤 灑上香菜末和辣椒末就完成了 好師傅我們要來吃這個 好的 脆扇對不對 等於是鰻魚的意思嗎 是是 你看前面擺了幾個人 1.2.3.4.5 大家都在等這個鰻魚 來 好 這樣切起來很大齁 你看長長一條 這是一朵 一朵去切 一朵 一朵就是這樣子一條嗎 對 一條 我們留一條給他們吃好了 好 嗯 它就是要製造給你吃 對 那個脆脆的 那個叫脆扇 它這個 好 有加了芝麻 它可以把那個 因為你用那個醬油 加醋 在那裡 就是做那個醬汁 它加了芝麻 讓它那個味道 比較不會那麼死鹹 有點香香的味道 對 這道菜很好吃耶 你看 師傅做的就是不一樣 這樣簡單的一道菜 可是再加個擺盤 師傅做出來的 都可以拿來請客了 我下次也要 下次我要那個 學擺盤啦 我覺得擺盤擺得漂亮 做菜做的不 做菜怎麼樣 對我來講 都可以喔 是是 好 今天非常謝謝林師傅 謝謝你 謝謝 師傅下次還要來教我們做其他的料理喔 可以 好 好 感謝林師傅 也感謝觀眾朋友你的收看喔 我們下次再會 拜拜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